美国卫生基金会的调查研究发现 在吸烟量相同的条件下 女性得肺癌的几率是男性的1.5倍 在不吸烟的人里 女性得肺癌的概率是男性的2倍 为啥不吸烟的女性也会得肺癌 吸烟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中国男性的吸烟 淹民占一半 而女性只占2.7% 那么在中国的数据 以及我们东亚区 包括日本韩国的数据 已经看到了 所以同样的烟草的这样暴露量 其实女性可能更容易 产生肺癌这样一个结果 上海做过城市的流调 会发现跟他们长时间接触 有烟有关系 所以说非吸烟的女性肺癌的发生率 在提高它的原因 准备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烟的微环境 这样的患者有60%是经常在家做饭 而且有将近20%多的病人 经常高温油炸食物亲自操作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想 油烟是跟非吸烟性肺癌相关 另外还有一些遗传性 在日本做过研究 在我们亚洲亚裔人种方面 好像非吸烟的这样的一个肺癌 它的遗传性上可能更明显一点 另外这个情况可能在我们中国目前 绝大部分城市当中不太容易出现了 在农村还会有 就是煤烟的问题 所以如果家庭还是以煤来做燃料 来生火做饭的话 一定要注意通风 其实油烟也是这个概念 我以前讲过 说家里的排油烟机自然一定要好 另外你的卧室跟厨房尽量远 每天价量通风 就是让油烟尽量的产生之后排除 因为油盐里头 本饼笔淡氧化合物都是高自然物 据说健康 由油中黄金还原 稻米营养精华的金融鱼骨 微多稻米油特约播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 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 预估显示肺癌为全球第二常见的癌症 在我国它仍是第一常见的癌症 肺癌死亡率为全球第一 在2020年全球肺癌新发病例当中 也有37%是来自于中国 而在因为肺癌死亡的病例当中 中国病例占了39.8%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